末世爆发的第十九天 老公将我卖给了楼上的肥宅男 换取了两斤大米和三斤水 我受尽凌乳 最后不甘去乳跳楼自杀 坠楼的时候我看到老公抱着我最好的闺蜜 直到这时候 我才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原来一切都是蓄蒙已久 可惜我命大 幸运地重生了 这次我要让他们 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付出血的代价 撕了 洁白的窗帘被一只浑厚的大手拉开 清晨的第一道阳光射进来 刺得我眼睛直疼 我浑浑噩噩地睁开眼 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 感觉到极度的不可思议 我竟然重生了 重生在了末日爆发的前一天 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一切 拉开窗帘的那只大手 就抚上了我的额头 宝贝 太阳都晒屁股了 不能再睡懒觉了 赶紧起来 今天可是我们登记结婚的日子 这只大手 给了我三年的温暖和爱 每当我难过 不自信的时候 他总会及时地出现 拥抱我 抚摸我 尤其是在一个月之前 我爸妈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 这只大手给了我最浑厚的支持 他让我感觉很安全 很踏实 但这也仅限于在此之前 现在 我看着这只大手 心里充满了恐惧 恶心和愤怒 不要碰我 我下意识地推开了这只大手 发出歇斯底里的声音 孟凡的手停顿在半空中 眼神中露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厌恶以及歹毒 语气却是极为温柔 一如既往充满了宠溺 宝贝 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嗯 我忽然肚子疼得厉害 今天怕是没有办法去民政局了 明天再去吧 我装出一副肚子很疼的样子 尽量伪装自己 不让孟凡看出一丝异样 可是 孟凡 我真的身体很不舒服 你先出去 让我休息吧 领证的是明天再说 我不给孟凡再说话的机会 将他赶了出去 随之 我从里面反锁了门 整个人虚脱地瘫软在了地上 孟凡 我的前世老公 我一直最信任的男人 唯一的依靠 在前世末世爆发的第十九天 为了两斤大米和三斤水 把我卖给了楼上的肥宅男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 这个爱我入骨 我爱如命的男人会如此对我 而这些 也只不过是他邪恶嘴脸的冰山一角而已 前世 孟凡将我卖给楼上的肥宅男之后 我受尽了凌辱 那个满脸痘坑和油腻的男人 简直就是疯子 最后 我不甘凌辱 在末日爆发的第二十天早上 跳楼自杀 可是当我坠楼的时候 我看到孟凡抱着我最好的闺蜜刘新仪 那种亲密的姿态 就如同之前的我和他 悲惨的我从三楼跳下 并没有直接摔死 在丧尸还没有扑上来 将我咬死之前 我听到了二楼孟凡和刘新仪对话 凡哥 你可是真够狠的 竟然为了两斤大米和三斤水 就把可儿卖给了楼上的那个死宅男 昨天晚上我可是听到了一夜的惨叫声 嘖嘖 你就一点都不心疼吗 毕竟 可儿可是你爱了三年的妻子 呵呵 心疼的屁呀 我可从来没有爱过她 和她结婚 只不过是为了得到她爸妈的财富而已 就是委屈了你 陪我隐忍了三年 你知道就好 嘖嘖 那个贱女人 竟然霸占了你三年 想想就可恨 不过撞死她爸妈的那一刻 真是爽啊 别提那恶心人那家三口了 现在吃饱喝足了 咱们赶紧来点饭后甜点 等会儿还要出发去 回忆着前世的场景 我的脑袋一阵刺痛 整个人近乎崩溃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过 孟凡和我在一起 原来早就是蓄谋已久 甚至连和我一起 玩到大的闺蜜刘心仪 也参与了这件事 仇恨的种子 在我心中蔓延起来 孟凡 刘心仪 你们怕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会重生吧 重生归来 我要让你们 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付出血的代价 还有楼上那个死肥宅 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许久 情绪才从前世的噩梦中缓解出来 从地上爬起来 深吸了一口气 我走到门前 缓缓扭开了门把手 既然老天爷 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那我就不能再坐以待毙 咳之 门打开 一张俊朗帅气的脸庞 映入了我的眼帘 孟凡手里捧着一杯糖水 很是热气 满脸 宠溺的凑了上来 可儿 我给你冲了糖水 赶紧喝了 嘟嘟会好受很多 我想去南山墓地 看看我爸妈 我没有去接孟凡递过来的糖水 并且摆出一副很是悲伤 虚弱的姿态往门外走 不接糖水 是因为我 害怕孟凡在糖水里给我下药 见识了这个男人的丑陋嘴脸 我知道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所以我要时刻保持警惕 摆出悲伤 虚弱的姿态 是想让孟凡以为我突变的情绪 是因为还没有从爸妈死亡的悲痛中抽离出来 果然 孟凡只以为 我是因为过于悲痛 并没有怀疑什么 他将糖水放在桌子上 小跑着跟上来 我跟你一起去吧 你身体太虚弱了 万一路上出个什么 不用了 我想一个人去 我拒绝了孟凡的好意 绝对是不能让他跟着 要不然 我还怎么准备接下来的计划 还有一天 末日就要到来了 我不仅要复仇 更要准备充足的生存物资 谋求生存 好不容易重生回来 我可不想再被丧尸咬死一次 那种伴随着浓烈的恶臭 抽皮八斤般的十股疼痛 我可不想再经历一次 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我不放心 这个男人 还是恬不知耻地跟了上来 如果是上一世 我必定会天真的以为他是关心我 然而 现在我知道 他只是怕我跑了 正当我想着 怎么摆脱孟凡的时候 一个穿着三厘米小短裙 腿上套着黑丝 浓装艳抹的美女 出现在了门口 刘欣怡 我最好且唯一的闺蜜 哟 这么早就迫不及待的要去领证了 可儿 你能遇到孟凡这么好的男人 作为你的闺蜜 我真是为你感到高兴 刘欣怡上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祝福的语气无比真挚 但仔细观察 能看到他眼底的仇恨和嫉妒 领什么证啊 可儿 今天心情不好 我们改成明天领证 孟凡假装关心我 暗地里冲着刘欣怡地里的眼神 示意刘欣怡劝我今天领证 刘欣怡会议 上来苦口婆心的开始劝我 说什么 今天是良辰吉日 过了今天就不吉利了之类的话 这对狗男女 想要我爸妈的遗产 还真是想疯了 一天都不想等了 上一世的 我真是傻缺到了极致 这对狗男女 在我面前如此眉来眼去 我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察觉 我说了 我今天不舒服 你们别跟着我 让我一个人静静 我怒吼了一声 不再理会这两人 快速地下楼 果然 孟凡和刘欣怡没有跟上来 我在二人的注视下走下了楼 然而悄悄地折返回来 躲在楼道的拐角处 看到了暧昧且阴毒的一幕 不知道这个傻缺女人 今天抽什么疯 竟敢对老娘发火 老娘一定要弄死她 放心 再忍几天 等我拿到那件女人爸妈的遗产 我把她用铁链子 锁起来 你随便玩 宝贝 好几天不见 我可真想死你了 凡哥 我也是 孟凡抱起流星仪 转身走进了房间 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 这对狗男女 再让你们得意一天 明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只是十几秒钟 房间里就传出了 刺耳的打扑克的声音 我恶心的想吐 心中的怒火滔天般燃起 恨不得现在就踹开门 拿刀砍碎了这对狗男女 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 我一个弱女子 根本不是这对狗男女的对手 弄不好还会被反杀 所以我必须得忍 而且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报仇 而是生存 深吸了一口气 强压下胸腔中沸腾的恨意 我就下了楼 快步往小区外面走 还有一天 末世就要降临了 末世降临之后 丧尸病毒以暴雨雷霆般的速度 席卷整个H室 30%的人感染丧尸病毒 变成丧尸 这些丧尸 不知道被什么病毒感染 像是没有意识的疯狗一般 见人就咬 被咬得丧失 仅仅10个小时的时间 90%的人被感染 整个H室就彻底沦陷 变成了一片炼雨 因此 末世降临之后 是绝对不能出门的 出门的生还率几乎为零 所以 我需要先找一个牢靠的避难所 除了牢靠的避难所 还需要储存大量的生存物资 因为我不知道 末世需要延续多长时间 或者说末世是否会结束 反正上一世末世爆发的第20天 我自杀的那一刻 末世还依旧在持续 所以我需要尽可能多地储存生存物资 避难所的话 我爸妈的遗产里 有一套三层的别墅 在H室的西南郊区位置 那里不像市中 人比较少 很幽静 是末世避难的不错选择 至于生存物资 我爸妈去世前 在市中心筹备了一家大型的超市 各种货品都已经上架完毕 结果在开业的前一天 出了车祸 所以一直到现在 超市也没有开业 我家境还算优渥 这也是 为什么孟凡 如此心机阴狠地 想要拿到我爸妈的财产 所以 我不用大批量的 在购买生存物资 直接将超市里的物资 拉到别墅就行 因为开超市 我爸还买了一辆大型的货车 我刚好可以用 这辆大货车拉货 但距离末世 还有一天的时间 拉货需要装卸 我一个弱女子 想要在一天的时间里 将大量物资拉到别墅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找搬运工的话 会将别墅的位置暴露出来 让人知道 我存储了大量的生存物资 是有很大风险的 因为末世爆发之后 人性是泯灭的 我亲眼看到过一个 男人为了一口吃的 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女友 所以 搬运工是不能找的 该怎么办呢 嗨 美女 我下载了一部 纯情动作爱情片 要不要去我家一起享受一下 我家的床又大又软 就在我绞尽脑只想办法的时候 一个充满猥琐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我的身体忍不住一阵痉 这声音我太熟悉了 对我来说如同恶魔 我抬眼就看到了楼上的死肥宅 满脸的豆坑和肥油 笑起来一嘴大黄牙 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想起前世被这死肥宅欺乳的场景 我心里就无限恐惧和恨意 美女 一起玩玩呗 我给你三千块 你别急着拒绝 三千块 可是一个普通人 一个月的工资呢 你只需要躺着不动就可以赚到 雪赚的买卖呀 就在我愣神的功夫 死肥宅凑了上来 眼睛里满是邪恶的目光 闻着她身上的体位 我恶心的差点吐了出来 我本能的就想给她一巴掌 但我忍住了 同时忍住了心里的恐惧 我妹一笑 可以呀 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忙 此时 我心里生出了一个报复的计划 只要你愿意去我家的床上 和我一起看爱情片 别说帮你一个忙 十个忙我都愿意 死肥宅邪恶的目光更加炙热 凑得我更近了 丑陋的肥脸 几乎就要蹭到我的鼻子上 两只猪蹄一样的大胖手 很是不老实的 就要往我身上摸 我忍住心中的恶心 躲开了死肥宅的袭击 和她拉开了一段距离 故作温柔地笑着道 别着急嘛 先帮我干活 干完活 我们就去你家看爱情片 美女 说吧 让我干什么 死肥宅撸起袖子 吐着大舌头 像集了一只FQ的哈士奇 无比殷勤 我家原本要在市中心筹备一家超市 结果一个月前 我爸妈去世了 超市的事情就搁置了 我现在也没有心情开超市 准备把超市卖出去 至于里面的一些货物 我想搬到我爸妈 留给我的别墅里 回头捐给有需要的人 但我一个弱女子 干不了搬运的力气活 你能帮我搬运吗 我表现得柔弱可怜 随便找了个理由糊弄 果然 死肥宅很吃这套 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 帮我搬运货物 于是 我就开着车 在这死肥宅 前往市中心的超市 这辆车是孟凡买给我的 写到我的名下 前世卫世没有爆发之前 我真的觉得它好贴心啊 现在我只觉得恶心 看见这辆车我就恶心 那我为什么还要开这辆车呢 这一点涉及我的报复 后面我会讲到 前往超市的路上 死肥宅多次尝试 对我动手动脚 都被我以各种理由躲开 最后我忍无 不老实 就给我滚下车 我们的交易到此集数 死肥宅果然老实了下来 不再对我动手动脚 但是从后视镜里 我看到他眼睛里 闪烁过一丝阴痕的神色 一假色 一如前世 他压在我身上收的神色 我心中越发笃定了 要把他杀死的想法 半个小时之后 我和死肥宅 来到了市中心的超市 我列了一个货物清单 面粉五十代 大米五十代 猪肉羊肉等各类生肉 加在一起一千斤 各类蔬菜一千斤 其中耐储存的蔬菜 占了90%的比例 比如南瓜 洋葱 白萝卜等等 各类水果一千斤 也是以耐储存的水果为主 别墅里有四台大型冰箱 但要储存这些肉类 蔬菜 水果 还远远不够用 所以我要再往别墅里面 运输五台大型冰箱 漠视降临 水资源被污染严重 所以水是重中之重 大瓶的桶装水 超市里有五百桶 我准备全部拉走 还有各种锅碗瓢盆 衣服 卫生纸之类的生活用品 我准备直接拉一大车 足够我用好几年了 充电宝一百个 全部充满电 超市里面还有两台发电机 我也准物带住 是爆发的第三天 H市就停电了 像我这种手机发烧档 没电真心活不下去 各类零食 什么辣条 薯片 巧克力 这些消遣性的零食 我放在了最后 有时间就尽可能的多运输 没时间就算了 在死肥宅往货车上 装货物的时候 我又抽空去旁边的几个药店 买了不少药物 什么阿莫西林 感冒零颗粒 已被不时之需 卧室里可没有医生给我治病 一旦生病 如果没有药物治疗 我基本上是要隔屁 除了购买药物 我又在网上采购了 一批铁丝和钢板 还有大量的电网 准备将别墅的防御性能进行升级 卧室要防的不仅是丧尸 还有人 别墅或许可以抵挡住丧尸的攻击 但未必挡得住人 当我采卖好一切的时候 死肥宅也装满了第一车货物 我开车和他一起前往别墅 路上 我接到了孟凡的电话 电话里孟凡质问我 你怎么没在南山墓地 你人呢 去哪了 质问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冷冽和焦急 前世的我 就是二百五性质的傻白甜 每次孟凡这么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都傻嘻嘻地认为 他是在担心我的安危 还会自我感动十分钟 而现在我知道 孟凡是怕我跑了 他三年的锁图落空 这个狗男人还真是谨慎得很啊 我就出来几个小时而已 他就跑到南山墓地去找我 幸好我也留了一手 我来我乡下老家了 我想找找小叔和爸妈在这里的回忆 不用担心我 明天我会自己回去 我脸不红心不跳的瞎砍 同时将事先准备好的乡下老家的视频 发给了孟凡 经历过了一个末世 看了太多残忍的画面 人性的丑恶 我的心态变得无比强大 再也不是之前的傻妞了 我也不怕他去乡下找我 H是距离我乡下老家有一段距离 开四家车都要三个小时才能到 孟凡和我只有一辆四家车 他的白月光流星一枚车 他要去乡下找我 要么坐大巴 要么租四家车 坐大巴需要买票 还要转车 没有五六个小时到不了 坐四家车也需要时间 折腾下来和坐大巴的时间差不多 再加上寻找我 没有七八个小时 孟凡发现不了 我在骗他 返回H是 就算是开四家车 也需要三个小时 再加上要找到我 肯定要折腾到明天去了 而明天早上五点二十九分 末世就会爆发 灾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席卷整个H市区 所以 我巴布的孟凡去乡下老家找我 这样明天末世爆发的时候 他肯定会在外面寻找我 基本必死 然而 这个狗男人并没有去乡下老家找我 他看我发过去的视频之后 就放下了戒心 继续和白月光留心仪打起了扑克 没关系 我也没指望 耐用这个小计谋弄死梦反 我还有别的计划 经过了半个小时的颠簸 我和死飞宅来到了 位于西南郊区的别墅 又折腾了一个小时 才把一车货物卸好 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开车 去市中心的超市装货物 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四趟 才终于将我清单上的东西 给全部给运到别墅 我自小家境优渥 从来没有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 而且是持续了将近11个小时 我整个人口瓶要康生无力 贪软在一楼客厅的沙发比我更累 因为80%的货物都是他搬运的 这个狗东西丝毫不顾形象地坐在地上 像是条哈巴狗一样喘着粗气 哈喇子都流了一地 恶心的我都快吐出来了 就是这么肮脏的东西 上一世侮辱了我 我把目光移向一旁 不再堪死肥宅 因为我怕我会忍不住恶心 吐出来 更怕我忍不住上去跟他拼命 现在的我可不是他的对手 我还需要再忍忍 歇了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死肥宅就从地上爬了起来 搓着手 目光炙热 一脸邪恶地扑向我 美人 活干完了 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我一个闪身躲开了死肥宅的飞扑 指了指地上堆积的钢丝网 铁板等物件 活还没干完呢 先做运动 再干也不迟 此时的死肥宅 明显是虫子上脑 不管不顾 直接冲上来抱住了 我就想来抢的 前世的噩梦 在我脑海里重现 我害怕的身体 都禁不住静攒了起来 使出全力气力 一把推开的死肥宅 故作镇定地说 不行 我这人有洁癖 我现在一身臭汗 这别墅长年没人住脏得很 我绝对不可能在这里跟你办事 你要是再动手动脚 我就报警了 末世还没有降临 现在的死肥宅 有贼心没贼胆 明显不敢真的来抢的 见我这么说 死肥宅虽然很是不爽 但也只能忍着 行 那就先干活 等活干完了 咱们再嗨皮 然后 死肥宅就往等强化型物件 折腾了将近五个小时 才终于玩活 期间 死肥宅数次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想要罢工弄我 都被我的唐一炮弹 威逼力又给堵了回去 看着整个别墅所有的缝隙 都被厚厚的铁板包裹住 外面更是缠满了钢丝网和电网 我心里很是满意 这种级别的防御 至少可以抵挡得住 数十只丧尸的同时围攻 也可以抵挡住 图谋不轨的人 走吧 去我家 去我的床上看电影 死肥宅一把将我搂在了怀里 眼睛里面的邪恶 再也遮掩不住了 我从死肥宅的怀里 这么拖出来 忍着恶心 眉笑着说 别着急嘛 你再去检查一下 电网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咱们就走 放心 我会把你伺候舒服的 真是麻烦 死肥宅很是不满的 抱怨了一声 然后就去检查电网 而我 等的就是这一刻 我捏手捏脚的 走到了电闸旁边 当死肥宅 爬上三楼的阳台 我搬下了电闸 啊 嘖嘖嘖 惨叫声夹杂着电流 烧叫皮肉的声音 死肥宅抽搐着 从三楼摔了下去 当场死亡 脑袋都砸开了花 白色的脑浆流了一地 看着惨死的死肥宅 经历过一个末世的我 没有丝毫害怕 心里别提多痛快了 这个残忍折磨 我的狗东西 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接下来 就是孟凡和刘新义了 处理完死肥宅的尸体 我拿出手机 看了看时间 凌晨三点二十九分 正好 距离末世降临 还有两个小时 虽然连续折腾了 将近二十个小时 但我毫无困意 我将别墅所有的门都锁死 在里面又加了几把大锁 确认没有任何安全隐患之后 我去厨房 给自己做了一份红烧鸡块 拆了一包花生米 提着几罐啤酒爬上楼顶 一边吃着红烧鸡块 磕着花生米 喝着啤酒 一边静待末世的降临 这期间 孟凡再也没有 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估计这狗男人 还在和刘新义打扑克 不得不说 这两个人还真般配 孟凡 刘新义珍惜你们 最后的欢乐时光吧 当我喝下最后一罐啤酒的 最后一口 手机上的时间 来到了早上五点二十九分 末世降临了 H市地势西高东低 我爸妈留给我的这栋别墅 位于H市西南郊区的 一座山的半山腰上 刚好可以俯瞰整个H市 早上五点二十九分 我站在别墅楼顶 举着高精度的望远镜 朝着城东 一栋几十层高楼看去 那里发出了一个巨大的爆炸声 紧接着几十层的高楼 坍塌了一半 燃起了熊熊烈火 直冲天际 这个场景 前世我是在末世爆发后的半个小时 在某音的新闻直播上看到的 如今目睹 比电视上的视觉效果更加真实 震撼 纵使我已经经历了一个漠视 看到这种场景 依旧会心中激动 十几分钟之后 某音上 H市的专用新闻认证视频号 开启了直播 直播里的场景和前世一模一样 一个二十来岁 穿着黑色职业套装 容貌靓丽 细致干净利落的美女记者 举着话筒 站在坍塌的高楼前面 讲解着大楼坍塌之后的细节状况 透过直播视频可以看到 救援队已经赶到 上百名救援队员 正在对坍塌的地毯式搜救 十数名伤者被救了出来 不过死者更多 只是这么一会的功夫 大楼的前面 已经摆放了数十个担架 担架上面都盖着一层白布 毫无疑问 这些都是死人 看着这惨烈的一幕 饶事我已经经历过 一世人性的黑暗 心中依旧充满了刺痛 这些死者感到惋惜 默哀 也许会有人说 既然我重生回来 提前知道默示爆发 知道这一切 为什么不去提醒 也许可以避免这些人的死亡 避免默示的到来 关于这一点我也想过 并且内心痛苦地挣扎过 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隐瞒这一切 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就算我说出这一切 又有谁会相信我 恐怕只会被人当成傻缺 而且我并不清楚 造成默示的真正原因 飞机撞楼不可能引起默示吧 这里面应该有更深层次原因 所以 就算有人相信我说的话 提前撤离 避免了这些人的死亡 但依旧避免不了默示 而且我重生的事情 也会暴露出来 到时候 我怕是要被当成实验对象欺骗 所以 我选择了不说 半个小时后 当时间来到早上5点59分的时候 新闻直播视频里 那个美女记者还在进行着讲解 忽然 在她的背后 一个盖着白布的担架上 一名死者跳起 将她扑倒 咬在了她的脖子上 紧接着 更多的死者从担架上爬起来 冲向周围的人群 大片的惨叫声跌宕起伏 再然后 直播黑屏 漠视 真正降临 而我也打开了手机通讯录 拨通了孟凡的电话 宝贝 怎么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你回来了 过了很久 电话几乎要挂断的时候才接通 手机里面传出有些慌张的声音 以及稀稀苏苏的穿衣服的声音 甚至我还听到了一声低语 是刘欣怡的声音 呵呵 这对狗男女果然还腻在一起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尽量压住心里的怒火 语气平静的说 还没 再回去的路上 大概八点能到市区 民政局八点半开门 咱们敢在开门之前过去吧 但昨天落在超市了 就在超市前台的桌子上 我赶不及过去拿了 你去帮我拿一下吧 好嘞 好嘞 我这就过去拿 也许是因为我在孟凡面前 一直是傻白甜的形象 所以他对我的话并没有任何怀疑 他很激动 甚至笑出了声 这种开心难以演绎 是发自骨子深处的开心 不过不是因为要和我登记结婚了 而感到开心 而是因为他的阴谋即将得逞 而感到兴奋 呵呵 狗男人 你就笑吧 再过几个小时 有你哭的 还有刘欣怡 我最好的闺蜜 挂断电话 我举起高精度望远镜 再次看向了城东的高楼 那里黑烟滚滚 火光冲天 高楼上不断有蚂蚁一般的黑点坠落 高楼周围密麻麻的黑点到处流窜 和前世一样 丧尸病毒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散 按照这种速度 再过三个小时左右 就应该扩散到市中心了吧 到时候 就是孟凡和刘欣怡的死期 我站在楼顶上 用高精度望远镜 观察着这场熟悉的漠视 足足观察了半个小时 确认漠视扩散的速度 和前世完全一样 这才放下心来 紧接着 我锁死了楼顶的门 拉上电闸 给电网通上电 又把整栋别墅的防护设施 仔细检查了一遍 确认没有任何纰漏 才转身走进卧室 打开了笔记本电脑上的监控视频 视频里清晰地展现出 超市周围30米 以及整个超市内部的所有场景 超市的监控摄像头 是我爸妈生前安装的 是为了防止 有人在超市里偷东西 以及观测起的环境 没想到 现在被我派上了大用场 又过了大概30分钟 就在我等得快要睡着的时候 孟凡终于出现在了超市门口 但是我没看到刘欣怡 看来是为了避险 怕我发现他们的关系 所以刘欣怡没有跟孟凡一起 这让我很是失望 本来我可以将这对狗男女 一网打尽的 不过没有了孟凡的庇护 刘欣怡又毫无准备地 独自面对这场脱如其来的漠视 应该会很快挂掉吧 就是不能亲手宰了他 让我感到很实不爽 不过也只能这样了 这种变故不是我能控制的 反正最终的结果是 死了就行 也算是我报仇了 孟凡有超市的备用钥匙 很轻松地开门走了进去 他在前台的桌子上 翻找了好大一会儿 都没能找到户口本 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 哈哈 他当然找不到户口本 这可是我蓄谋已久的阴谋 宝贝 你到哪了 路上要注意安全 桌子上没有户口本啊 你是不是记错地方了 你再想想 我按了接听见 弄反语气温柔 且充满关心 但是透过监控视频 我可以清晰地看到 他脸上带着一丝阴毒的神色 和前世 他把我卖给死肥宅的神色 如出一辙 我压抑住心中的激动 尽量语气平静地说道 没有吗 那可能是忘在仓库里了 你去仓库看看 这个时候的 我不能表现出任何一丝异样 孟凡很聪明 但凡让他察觉到 任何一丁点不对劲 都有可能导致 我的报酬计划功亏一篑 好 孟凡一步步地走向仓库 那里就是他死亡的牢笼 而我的心脏 也是扑通扑通地 剧烈跳动了起来 此时的我 就像是被压迫了几十年的奴隶 举起了反抗的铁毛 刺向了奴隶主 这种激动 兴奋 渴望解放的欲望 寻常人是理解不了的 只有真正经历过 如我一般 一步 又一步 终于 孟凡踏进了我的陷阱 就在孟凡走进仓库的那一刻 我就迫不及待地 按下了远程智能遥控按钮 下一刻 监控视频里 一张铁链大网 从仓库的房顶上落下 砸在了孟凡的身上 这张铁链大网 重达一百多斤 是我昨天趁着死肥宅 往车上搬运货物的时候 偷偷布置下的 一百多斤的铁链 砸在孟凡的身上 他的双手 双脚 以及身体多处地方 都是被砸得严重变形 粉碎性骨折 血液透过撕裂的皮肤流出来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就浸湿了大片的水泥地面 看上去很是凄惨 不过我一点也不同情怜悯 这是孟凡应有的下场 而这才是开胃菜而已 接下来 孟凡的下场将会更惨 啊 救命 一百多斤铁链压在身上 身受重伤的孟凡 根本挣脱不了 一边惨叫 一边发出求救声 哈哈 我费尽心机 好不容易困住他 重伤他 马上就可以报仇血恨 怎么可能让他有机会逃脱 咳之 我再次按下一个远程智能遥控按钮 关闭了仓库的大门 彻底隔绝了仓库和外界的联系 仓库的大门很厚 声音根本传不出去 孟凡就算是喊破了喉咙 也不可能有人听到过来救他 李可儿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究竟想要怎么样 快把我放开 我可是你的未婚夫 孟凡果然很聪明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聪明 仓库大门刚刚关闭 他就联想到了是我在害他 并且很确信了声音 眼睛不停地在仓库里扫来扫去 认定了我正在暗中监视他 幸亏我是重生而来 见识了孟凡真正的歹毒嘴脸 形势处处小心 不留下任何痕迹 但凡我有一丁点掉以轻心 恐怕现在已经成为孟凡的刀下鬼了 呵呵 我为什么这么对你 你心里没有一点B数吗 被孟凡发现 我也没有再隐瞒下去 直接通话视频 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红着眼睛 隔着视频歇斯底里的吼了起来 孟凡 你真是好心机呀 和刘欣怡一起辛辛苦苦伪装了三年 害死我爸妈 想和我结婚 想得到我家的财产 你以为我真是傻缺 什么都不知道吗 是的 没错 我就是个傻缺 孟凡和刘欣怡演了三年戏 在我的眼皮底下 多次没来眼去 打扑克 我竟然没有丝毫发现 还对他爱得死去活来 单纯的以为他是真心对我 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呵呵 我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呀 幸亏老天爷 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给了我戳破孟凡阴谋 报仇血恨的机会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孟凡的脸色大变 眼神中带着一丝慌乱 随即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赶紧转口说道 可儿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爸妈的死跟我没关系 我那么爱你 怎么可能杀他们 而且你一直知道的呀 我是个富二代 我爸拥有百亿身家 我怎么可能贪图 你家的那点财产 污蔑 我 对了 孟凡一直说 自己是富二代 说他爸为了让他出来 历练成财 冻结了他所有的资产 所以他才会那么穷 等他五年历练结束 他就可以回到家族 继承家族财富 成为百亿富豪 让我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么奇葩的谎言 可笑的是 前世我居然还毫无怀疑的相信了 恋爱中的女人 果然是没有脑子的 是吗 我冷笑了一声 随手一个视频播放了出来 视频里 孟凡和刘新仪 亲密的依靠在出租屋的大门上 两人如同水蛇一般纠缠在一起 正对我说着歹毒的话语 这是我离开出租屋的时候 偷偷录下来的 这一下子 孟凡再也没有了辩驳的理由 他痛哭流涕的向我求饶 可儿 我知道错了 求你饶了我吧 只要你饶了我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会好好地爱护你 做一个称职的丈夫 再不也打你爸妈遗产的主意了 我一下子气笑了 都这种时候了 这个丧尽天良的狗东西 竟然还想着做我丈夫 他是怎么用勇气说出口的 闭嘴 你做了这么多出生不如的事 你觉得你还配做我的丈夫吗 丈夫 你简直是侮辱这个词 你连人都不配做 我一边怒骂孟凡 一边调出了超市周边的监控 外面已经开始乱了起来 整条道路挤满了各种车辆 人群到处拥挤流窜 每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无尽的惊恐 丧失病毒已经扩散到了市中心这里了 有不少人已经冲进了超市 开始疯狂掠夺超市里的食物和水 甚至有几个人为了一包方便面 一瓶水大打出手 还闹出了人命 还有一些流氓 对柔弱的女人下了手 人性的丑陋 凶残 在这一刻展现的淋漓尽致 饶事我经历过一次末世 见识了不少类似的场面 但再次目睹这种场面 哪怕只是隔着屏幕 依旧浑身发麻 不寒而栗 我心里对那些被欺压的弱者充满了怜悯 但也只是怜悯而已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不是就是竹 也没那个能力 末世里 我能保全自己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是 我不配做你丈夫 我不配做人 可儿 我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虽然欺骗了你 可是你爸妈也不是我杀的呀 是流星宜自作主张 开车撞死了你爸妈 和我无关啊 这三年 我对你可是 掏废呀 我尽我所能爱着你 无论是刮风下雨 我每天都会准时接你上下班 你想吃什么喝什么 哪怕再晚 跑得再远 我都会在第一时间买给你 我还给你买了车 见我对他的求饶无动于衷 孟凡开始打起了苦情戏 我隔着屏幕冷漠的看着孟凡 没有再回应他一句 这种畜生 多跟他浪费一句口舌 我都觉得恶心 他必须死 而且必须死得非常惨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两久 没有得到我的回应 孟凡彻底慌了 露出了真正的面目 穷凶极恶的威胁我 臭女人 我就不信你真敢杀我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要是杀了我 你也活不成 赶紧把我放了 否则 等我出去一定弄死你 我冷笑一声 无视了孟凡的威胁 这都漠视了 还法治社会呢 外面数不清的人在死亡 谁还会在乎一个孟凡的生死 我再次看了一眼超市周边的监控 此时 外面已经是丧尸成群 他们到处捕捉活着的人类 超市里的食物和水 也都被抢得一干二净 来不及逃走的几个人类 对冲进来的丧尸 给活活咬死 也变成了丧尸 正在超市里四处游荡 我知道时间到了 我兴奋得手都在颤抖 我等这一刻太久了 从重生之后 我就在等待着这一刻 如今 这一刻终于到来了 我按下了远程遥控按钮 仓库的大门缓缓升起 救我 有人要杀我 快救我呀 仓库的大门刚开始升起 孟凡就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对着外面大喊 他的声音瞬间吸引了超市里的十几只丧尸 这些丧尸发沙哑的嘶吼声 嘴里流出恶心人的黏液 一股脑的扑出沙哑的 在了仓库的大门上 开始疯狂地撞门 外面是什么东西 李可儿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孟凡果然很聪明 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你不是最喜欢看丧尸片 吗 外面 正是你最喜欢的东西 我冷笑着播放了官方的新闻 让孟凡知道了末世的降临 也让他看到了外面的惨状 我要让他在无尽的恐惧中 被成群的丧尸吞噬而亡 就如同我前世的死亡方式 把门关上 求你了 快把门关上 知道真相的孟凡 眼睛里面满是惊恐 他疯狂地哀求我 脑袋不停地撞在地上 磕得血肉模糊 我心里没有丝毫怜悯 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得到的报应 仓库的大门终于打开 一只只丧尸冲了进来 地上的血腥味 让他们无比兴奋 一个个疯了一般 扑向了孟凡 隔着重打百斤的铁网 丧尸一口下去 并不能咬掉孟凡多少皮肉 而这也正是我的报酬计划 我不会让孟凡轻易死去 我要让他被丧尸一口口地咬碎 让他承受最极致的痛苦死去 十几只丧尸 啃咬了孟凡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 孟凡没有了声音 此时的孟凡血肉模糊 浑身上下都露出森森白骨 脸皮也被彻底撕扯了下来 可以说是末世之中最惨的人了 比上一世的我还要惨 这个畜生 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报应 我本以为我和孟凡的恩怨了结之后 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漠视摆烂 万万没想到 真正的危险正在朝我悄悄逼近 在我杀了孟凡之后没多久 丧尸病毒快速席卷了整个H室 如同前世一样 仅仅10个小时 H室90%的人被感染变成了皮肤溃烂 浑身流着浓血的丧尸 还有5%的人被丧尸啃咬得支离破碎 连变成丧尸的机会都没有 这类人虽然凄惨 但我觉得总比好过变成没有意识 浑身腹臭 只会吞噬血肉的行尸走肉 最起码他们死得痛快 而丧尸呢 还要遭受不知道多久的肉体煎熬 无数的蛆虫 苍蝇啃食他们腐烂的臭肉 这些丧尸原本都是活生生的人 如今满目疮痍 不忍看着外面游荡的丧尸 我想 如果有一天 我再次被丧尸围攻 我不会再给他们 把我变成同类的机会 我准备了足够量的炸药 到时候将自己炸成碎片就好了 末世爆发的前几个小时 官方还在竭尽全力的封锁相关消息 但病毒蔓延的速度太快 仅用了几个小时经倒册 红幸存者 消息根本封锁不住 所以官方干脆全面释放消息 并且将击杀丧尸的最有效办法 通过各种途径 尽可能地告知给每位幸存者 同时告诫幸存者待在家里 千万不要出去 官方会很快解决这场危机 然而 真的能很快解决吗 前世从末世爆发 到我死亡 末世持续了20天 根本没有丝毫结束 甚至缓解的迹象 当然 我也希望这一世因为我的重生 能对未来造成一些改变 产生一些好的影响 比如末世提前结束 然而 我的想象过于美好了 末世依旧如同前世一般 快速蔓延 毫无中止的迹象 末世爆发的第三天 整个H是停电停网 至此之后 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一条官方 第五天早上8点29分 停水 没有食物 幸存者还可以扛上几天 但没有水 真的很难坚持 我站在别墅的顶楼 举起高精度望远镜 透过玻璃窗观察外面的状况 果然 第五天的下午 有不少幸存者 就从避难所里走了出来 冒着生命危险 到处流窜寻找食物和水 毫无疑问 99%的幸存者 被丧尸给咬死 仅有1%的幸存者 找到了数量可怜的食物和水 成功地返回了自己的避难所 自从停水之后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冒险出来寻找食物和水的 幸存者越来越多 直到10天之后 越来越少 因为出来 寻找食物和水的幸存者 都被丧尸咬死 变成了丧尸的同类 然而 这些跟我毫无关系 我的别墅被我改造得很是坚固 能够抵挡住几十只丧尸的同时围攻 安全系数极高 我储存了足够多的食物和水 足够我吃上好几年 我每天在别墅里 吃着各种美味 和外面的血腥世界格格不入 我曾经产生过 就一些幸存者 或者施舍一些食物 给幸存者的想法 但是想想前世的凄惨遭遇 还是将这些想法 扼杀在了内心的摇篮之中 在缺少了秩序的末世里 人性的丑陋和贪婪 展现的淋漓尽致 我一个柔弱的女人 能够活着已经足够不易 如果贸然救人 让她们发现 我有大量的食物和水 很可能是引火烧身 然而 就算我停止了这样的想法 终究还是被人给盯上了 末世爆发后的第二十九天早上 天空依旧被厚重的雾霾遮眼 不见天日 黑蒙蒙的气息 压抑的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如同往常一样 蒸了两个包子 煎了一个荷包蛋 热了一杯牛奶 坐在餐桌上 一边享受着美味 一边看着末世前下载好的电影 咳吱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丝一响从楼顶传来 竖了起来 心里充满了慌张 我的第一想法 就是丧尸爬上我别墅的楼顶 我赶紧以最快的速度 穿上防护服 防护服是我自己用铁片做的 虽然很沉 但防护性能极高 就算是被丧尸围攻 一时半会儿 我也受不到伤害 穿上防护服之后 我拿着一把斧头 捏手捏脚的走到了楼顶 隔着楼顶铁门上的玻璃窗户 我看到了外面的场景 不是丧尸 是一架无人机 无人机上挂着一个纸条 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大字 我是你隔壁的住户 我知道你有食物和水 分我一半 否则我就把你有食物和水的消息 告诉小区里的其他人 我的心猛的一沉 二十多天来 我从来没有出过门 我的窗户安装的都是单向玻璃 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 撞作板出布木中 微冲火炉之类的厨具 因为用电磁炉或者燃气 会有烟和香味扩散出去 我那么小心谨慎 怎么会被人发现 我有食物和水 很快 我反应了过来 十有八九是无人机的主人在炸我 我沉默着 没有发出任何动静 大概过了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无人机飞走了 飞到了另外一栋别墅的楼顶 撞击了一下别墅楼顶的铁门 如出一折的操作 果然在炸我 我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 接下来无人机撞击了 整个小区别墅楼顶的铁门 只有一家人给了他食物和水 虽然不多 但也足够他撑两天了 而这家人距离我的别墅不远离 就在我的隔壁 最终在我的注视下 无人机飞回到了一栋别墅 这栋别墅距离我的别墅也不远 就在我别墅后面 我透过单向玻璃 看到一个长相凶狠的光头男人 出现了别墅的楼顶 将无人机食物和水拿进了别墅 走进别墅之前 光头男人脸色歹毒的 看着给他食物和水的那栋别墅 狭长的眼睛里面满是贪婪之色 这光头男人怕是产生什么邪恶的想法 隔壁别墅里面的人 估计是要遭殃了 夜幕很快降临 新红色的月亮 穿透浓重的雾霾 照得整个大地一片妖异的红 光头男人的歹毒目光 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 让我久久不敢入睡 总觉得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 以防万一 我将电网的电流调到了最高 平时为了省电我 一直都是将电网的电压调到最低值 同时拿着望远镜 监测着外面的状况 凌晨两点 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 后面别墅楼顶的铁门打开 光头男人出现在了楼顶的露台上 他手里拿着一根绑着铁块的绳索 扔到了我隔壁别墅楼顶的铁栅栏上 然后另一头绑在了自己别墅楼顶的铁栅栏上 腰里揣刀 顺着绳索爬到了我隔壁别墅的楼顶 拿出了一根像是铁丝的东西 对着铁门的锁孔一阵倒过 没多一会儿 铁门就被他打开了 紧接着 光头男人悄无声息地摸进了隔壁别墅 再然后 没过多久 我就听到了惨叫声 十几分钟后 光头男人背上背着一包食物和水 重新返回了楼顶 在他双手里拖着两具尸体 一大一小 应该是母女 浑身被砍得血肉模糊 此相极其惨烈 这对母女我见过 很是和蔼可亲的一对人 小女孩还曾经给过我一颗棒棒糖 他们怕是做梦 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人词会引来杀身之祸 我心里也很愤恨 但我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光头男人行恶 光头男人似乎是觉得 就这么杀死了这对母女不太过瘾 他又极其变态地 把这对母女剁成一块块 扔下了楼 顿时引来了十几只丧尸 开始啃食这对母女的血肉 然后是我经历了一次默示 看到这样的场景 也是浑身静攣 发自内心的恐惧 这光头男人太变态了 漠视之下 他把人性的歹毒 发挥得淋漓尽致 看着这对母女 被丧尸啃食殆尽 光头男人才心满意足 背着食物和水 爬回了自己的别墅 我本以为光头男人会消停几天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 他就爬上我别墅的楼顶 第二天晚上 光头男人就用同样的方式 爬到了我别墅的楼顶 我没想到 这光头男人如此贪婪 拿到了足够生活半个月的食物 和水还不满足 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 可惜他选错了人类 啊 我早就把楼顶的铁门通上了店 当光头男人把手 放到铁门上的时候 强大的电流 顿时涌入了他的身体 伴随着一阵凄惨的叫声 光头男人 直接被烧成了黑炭 确认光头男人死了之后 我关闭了连通铁门的电源 打开铁门 把光头男人的尸体 扔到了楼下 顿时十几只丧尸 扑到了光头男人的尸体上 将其分食 一如昨天 隔壁别墅那对母女 被丧尸分食的场景 这也算是我为他们报仇了吧 我在心里这么安慰着自己 光头男人死了之后 我所在的别墅区 再次恢复了宁静 偶尔会有人忍不住饥饿 即可冒险出去 寻找食物和水 可是外面的食物和水 早就被抢光了 到处都是游荡的丧尸 这些出去的人无一例外 全都没有再回来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 转眼间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 别墅区里 再也没有人出去 寻找食物和水了 因为别墅区里的幸存者 几乎都因为出去寻找食物和水 而被丧尸咬死 可能也不敢出门 躲在某个不见天日的角落里 忍饥挨饿 苟延残喘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整个别墅区便离一片死寂 就好像是无人区一般 来回游荡的丧尸 也因为长时间找不到猎物 慢慢散去 只剩下三三两两的丧尸 在别墅区里来回游荡 像极了孤魂野鬼 我继续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 每天三顿饭 荤素搭配 营养齐全 空闲的时间 我就看看书和电影 打打游戏 或者在跑步机上锻炼一下身体 日子过得很是枯燥 但在丧尸遍地的末世里 能够有这样悠闲且枯燥的生活 我已经觉得十分满足了 毕竟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在逃亡 连一口过期的面包都吃不上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我的食物和水完全消耗完 然而 三个月后的一天 一辆装甲车开进了别墅区 我悠闲的生活彻底被打破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22 早上7点 天刚开始懵懵亮 我还躺在松软的大床上 沉浸在梦乡里 轰隆隆 一阵沉闷的声音袭来 刺得我有些耳鸣 将我惊醒 我揉搓着还有些朦胧的双眼 拉开窗帘 透过单向玻璃往外面看去 就看到一辆装甲车 正在别墅区里横冲直撞 装甲车的声音 吸引了整个别墅区里游荡的丧尸 足足有20多只 然而 面对防御能力极强 还配有机枪的装甲车 这20多只丧尸根本不够看 只见 一个身穿迷彩服的粗犯大汉 从装甲车的顶部钻了出来 用机枪扫射丧尸 只是几分钟的时间 20多只丧尸就全部被消灭掉了 紧接着 我就听到了别墅区里的欢呼声 是军队 军队的人来救我们了 我们有救了 大家快出来呀 随着欢呼声 七八个幸存者 从各自的别墅里走了出来 跑向装甲车 这些人应该是整个别墅区里 最后的幸存者了 我也很是激动 老鼠一样躲藏了三个月 以为要一直这么躲藏下去 直到死亡 没想到真的等来了希望 但我并没有像其他幸存者一样 在第一时间跑出去 前世的精力让我多了几分谨慎 而且我食物和水的储量足够多 吃上个三五年完全不成问题 所以心态上并没有其他幸存者那么迫切 我要先观察观察情况 确定了安全 确定了这辆装甲车 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再出去 突突突 就在七八个幸存者 跑到装甲车旁边的时候 不 身穿迷彩服的粗犷大汉 忽然开枪 朝着幸存者扫射了起来 七八个幸存者无一幸免 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 就被打成筛子 紧接着 我就听到了粗犷大汉的继笑声 哈哈 这些蠢货还以为 我们是来救他们的军队 一股脑的跑出来了 这样也好 省了我们不少功夫 行了老二 别磨叽了 赶紧去这些蠢货的家里 看看有没有食物和水 装甲车里又钻出了一个尖嘴猴塞 瘦了八计的中年男人 三脚眼 看上去很是凶残 看着这两人 以及地上被打成筛子的幸存者尸体 我顿时头皮发麻起来 心里暗自庆幸自己 没有在第一时间跑出去 要不然我的下场 估计会和地上筛子状的幸存者一样惨 很快 一胖一瘦两个男人 就搜刮了七八栋别墅 不过并没有多少收获 十几瓶水 和只够一个人吃半个月的食物 曹 这些蠢货真是穷比啊 就这么一点物资 真谈娘的晦气 两个男人一顿骂骂咧咧 两位哥哥 不要着急嘛 这个别墅区里有我之前一个闺蜜的家 漠视爆发之前 他爸妈准备开超市 后来超市还没开业 就被我开车撞死了 估计他家的别墅里 会有很多食物和水的存货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女人的声音 从装甲车里传了出来 紧接着 一个女人就从装甲车里走了出来 看到这个女人 我顿时瞪大了眼睛 刘欣怡 她竟然没死 而且还找到了这里 把主意打到了我家别墅里的存货上 这个女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心里感到很是震惊 刘欣怡看上去比我还要柔弱 平时手不能提提 肩不能扛的 走几步路都喊累 漠视突然爆发 她毫无准备 竟然能够存活下来 而且还坐在装甲车里 奔波几十公里 来到了我所在的别墅区 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震惊的同时也很是疑惑 不过 当我看到刘欣怡和两个男人 搂搂抱抱 嘴唇贴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过来 这个女人出卖了自己的肉体 来寻求庇护 果然 还是一如既往的表啊 真的 两个男人听了刘欣怡的话 眼睛都亮了起来 脸上满是贪婪之色 刘欣怡自信点头 当然是真的 那些存货 是我撞死我那个傻缺闺蜜的爸妈之前 亲眼看到他爸妈放进地库的 然后他爸妈放完存货 从别墅出来没走多远 就被我撞死了 而我那个傻缺闺蜜 自从他爸妈死了之后 一直浑浑噩噩的 连门都不出 根本没有心思去管那些存货 所以我确信那些存货 还在这栋别墅的地库里 那还傻愣着干什么 老二 赶紧进去找啊 尖嘴猴腮的兽男人 迫不及待的朝着我的别墅冲了过来 粗犷大汉也是兴奋不已 追上兽男人 朝着我的别墅跑来 此刻 我心里既恐惧 又兴奋 恐惧是因为刘欣怡这个剑表 竟然带着两个男人 描上我家地库里的存货 一旦他们发现了我 闯进别墅 我恐怕是必死无疑 兴奋的是 刘欣怡没有死 我又有机会亲手杀死他了 我将电网的电流调到了最高预值 只要他们触碰到 我不设在门外的电网 瞬间就会被点成焦糊状 去地下见阎王爷 而我不设的电网颜色 就跟普通的麻绳差不多 一般人根本发现不了端倪 都会以为是普通的麻绳 一 二 三 看着距离电网 越来越近的两个男人 我在心里面数着数 可是 就在两个男人 即将要触碰到电网的时候 刘欣怡追上来拦住了他们 等等 这栋别墅有点不对劲 两个男人顿时停住了动作 疑惑地看向刘欣怡 怎么不对劲 你们看 这栋别墅外墙 包括阳台都加装了钢板 这说明什么 说明里面肯定住有人 而且这人的防范意识极高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种 电网和绳差不多 如果我猜测的没错 眼前的这些麻绳 大概率就是那种电网 刘欣怡说着 就捡起地上的一块烂肉 扔到了电网上 顿时激起一阵霹里啪啦的电流声 果然是电网 你们刚刚如果身体撞上去 现在的下场 就和这块烂肉一样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没想到刘欣怡这么聪明 我买的这款电网很是少见 竟然被他认了出来 不愧是孟凡的小三 和孟凡的智商有一拼 果然是好安配好马 畜生和勤 够勾搭到一起 确实有共同的特点 好险 宝贝 你真厉害 多亏了你 要不然二老公就变成木炭了 来 让二老公亲一个 粗犷大汉倒抽了一口冷气 把刘欣怡搂在怀里 狠狠地亲了一口 他妈的 竟敢因老子 老二 把装甲车开过来 给我把这别墅哄了 尖嘴猴塞的瘦男人 则是满脸歹毒之色 要开装甲车轰别墅 不过被刘欣怡给阻止了 大老公不要 炮弹的声音太大 会把周围的丧尸 都吸引过来的 随之 刘欣怡就看向我所在的位置 冷笑着说道 好姐妹 没想到你还活着呀 你应该都听到了吧 没错 你爸妈是对我开车撞死的 快出来找我报仇啊 激将法 刘欣怡想要激怒我 让我丧失理智 冲出去和她拼命 我听到她的话 确实愤怒极了 但也没有傻缺到 直接冲出去和她拼命 两个男人那么凶残 还全副武装 我一个弱女人冲出去 妥妥地是找死 我平住呼吸一声不吭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应该没人吧 末世爆发那么久了 里面的食物 恐怕早就被吃完了 里面的人估计也好 咬死了 瘦男人说出了自己的分析 我觉得老大说的对 粗犷大汉 毫无智商的点头 不太可能 如果里面的人出去找食物 那电网怎么还通着电 这别墅加装了那么多钢板 说明里面的人 肯定做了充足的准备 来应对末世 里面的食物估计也不少 短时间内肯定吃不完 而且 我断定里面的人就是我闺蜜 因为这里的别墅独门独户 门合所的安全性能都极高 不是别墅的主人很难进去 末世降临的那么突然 除了别墅的主人 谁能进入别墅 还做了那么充足的准备 刘欣怡冷静地分析 这让我的心又沉下去了几分 这个女人很聪明 展现出了极强的侦察能力 很是不好对付 靠 不能用炮弹轰 这别墅又被加装得这么坚固 咱们怎么进去 粗犷大汉很是暴躁地挠起了头 刘欣怡 咱们不是剪刀和电钻吗 先用剪刀把电网剪断 再用电钻把门锁钻开 这个主意不错 老二 去装甲车拿剪刀和电钻 受男人指挥粗犷大汉 刘欣怡则是这次看向我所在的窗户位置 大声说道 好姐妹 你也看到了 我们有办法进入别墅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主动打开门走出来 我饶你一命 还让你做我两个老公的小妾 我们一起在墨市里称霸 多快活 我知道你恨我 但这都墨市了 以前的事就不要计较了 你爸妈就算没被我撞死 后来也肯定会被丧尸咬死 我撞死他们 解脱了他们的痛苦 算是帮了他们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 我给你五分钟的考虑时间 你考虑好了自己走出来 我绝对说话算数 哈哈 这个女人还真是够无耻的 既然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 我忍不住冲天的怒火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此刻的我需要保持冷静 让这三个畜生放低戒心 这样我才有机会杀了他们 解决危机 难道真的没有人 看来是我想多了 大老公 二老公开始行动吧 过了五分钟 见别墅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刘欣怡的戒心放下了不少 两个男人很快剪断了电网 又开始钻门 我别墅的门虽然坚固 还加装了钢板 但是在电钻十几分钟的强攻下 也是渐渐开始土崩瓦解 眼看着大门就要被攻破 我双手紧握着早就准备好的砍刀 来到了一楼大门右侧的墙壁 我整个人紧贴着墙壁 高高举起了砍刀 只等两个男人冲进来 我就举刀砍下去 砰 十几秒后 大门终于坚持不住 被电钻钻开 粗犷大汉一脚踹开了大门 走了进来 我等的就是这机会 在他走进来的一瞬间 我就举刀砍了下去 虽然粗犷大汉早有防备 但是我的速度够快 而且足够果断 在他反应过来之前 我就一刀砍在了他的脖子上 我的刀也足够锋利 一刀下去 直接砍掉了粗犷大汉的脑袋 紧接着 我再次一刀砍向了 走在粗犷大汉身后的瘦男人 但这个时候 瘦男人已经有了防备 速度很快地躲开了我的刀 而且一把抓住了我的刀 贱人 你竟敢杀我兄弟 我要把你剁成肉酱为丧尸 看着地上对我砍掉脑袋的粗犷大汉 瘦男人的眼睛充血 满是戾气 李可儿 你果然还活着 大老公 抓住他 我要狠狠地折磨他给大老公报仇 刘欣怡也是冲了上来 要抓住我 我没有丝毫犹豫 转身就往楼上跑 贱人 还想跑 你跑得了吗 瘦男人不愧是 能够在末世里活下来 还能够到处乱窜的人 他速度极快 几乎是眨眼 朝着我抓了过来 李可儿 末世之前 我能够死死地拿捏你 末世之后 你依旧是我的玩物 今天你死定了 刘欣怡一脸胜券在握的样子 脸上的笑容 无比灿烂解阴毒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哥之 就在瘦男人的大手 要抓住我的时候 我按下了楼梯口处的一个按钮 数块锋利的玻璃 从天花板上坠落 砸在了瘦男人和刘欣怡的身上 瘦男人跑在最前面 脑袋直接被玻璃削掉了半个 白花花的脑浆 喷得到处都是 直接去阎王那里报到去了 刘欣怡虽然没有死 但下场也是极为凄惨 身上树处被玻璃扎穿 鲜血流离一地 呵呵 没想到吧 真以为我还是以前的那个傻白甜 任你宰割 我居高临下 冷笑着看着地上 痛苦如动着的刘欣怡 我既然把别墅武装到如此程度 又怎么可能没想到 有人会闯进来的那一天 我这几个月可没有白过 自从出了光头男人那件事之后 我就把别墅里面 布满了各种陷阱 没想到最后 用到了刘欣怡的身上 这还真是因果循环啊 可儿 求求你饶了我 我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被孟凡逼的 现在做的一切 都是被这两个男人逼的 我一个弱女孩 只想生存下去 我也没有任何错呀 你还记得吗 我们一直都是最好的闺蜜 上学那会儿你被人欺负 是我一直在维护你呀 刘欣怡骨子里 透露着和孟凡一样的无耻 开始恬不知耻地向我求饶 然而 现在的我早就看清了一切 怎么可能放过她 你没有机会了 去地下和孟凡团聚吧 我缓缓地举起了刀 朝着刘欣怡砍了下去 这种畜生 我已经懒得 再和她多说一句话 原来孟凡也是你杀的 刘欣怡恶过来 她脸上露出了惨笑 随之变成了凶残的音效 不让我活 那大家就同归于尽吧 就在我的刀 砍在她脖子上的时候 她拿出一个按钮按了下去 外面的装甲车爆炸了 之前的动静 已经把很多丧尸 吸引到了别墅周围 装甲车的爆炸声 瞬间吸引了大量的丧尸 朝着我别墅这里蜂拥而来 密密麻麻 足足有上百只 我脸色大变 没想到刘欣怡这么穷凶极恶 死也要拉上我垫背 大门已经被损坏了 我根本无处躲藏 唯有躲到天台上去 大量的丧尸冲进了别墅 一部分丧尸疯狂啃咬刘欣怡 以及两个男人的尸体 还有一部分丧尸发现了我 狂追着我 在丧尸即将追上我的那一刻 我终于躲到了天台上 天台的门通着电流 丧尸无法伤害到我 我暂时没了危险 但新的危机接着降临 我没有食物和水 如何支撑下去 我痛苦地在天台上煎熬了三天 没有食物和水 我整个人越来越虚弱 第四天中午的时候 我整个人已经虚脱 意识越来越模糊 眼看着就要丧尸意识 突突突 就在我要晕死过去的时候 楼下传来了机枪扫射的声音 机枪扫射了一阵之后 停止了下来 紧接着我听到了密集的脚步声 有人打开了天台的门 是一群身穿迷彩服 全副武装的军人 我得救了 不 是整座城市得救了 军方找到了丧尸爆发的原因 控制住了病毒的扩散 封城清扫城市里的丧尸 清扫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月 城市里的丧尸 全部被清理干净 人们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虽然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但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 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经历了这次罹难 每个人都对生命格外珍惜 也多了几分敬畏 每个人都是互帮互助 开始重建家园 我爸妈在银行存了几个亿给我 我拿出了90%的钱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而我也是继承了我爸妈的理想 重开超市 开始了新的生活 后来的日子里 我遇到了命中注定的他 他很温柔 很善良 对我很好 我相信 我重生的未来一定会格外美好